我和老婆结婚五年,我们都有些腻,夫妻生活成了例行公事,幸福对我来说还不如看片很想做点出格的事情,找点刺激。 这邪念一起,就收不住了,我在网上买了专门的道具,然后又买了助性的药,今天刚刚到货,店员告诉我,这药三分钟就上头,保证刺激,药是粉末状的结晶体,看着像这糖,但有一股酸色味,倒在茶水,饮料甚至是酸奶里,气味依旧很明显。 我将药物兑水,涂到老婆爱吃的洞榴莲里,榴莲的臭味,刚好掩盖那股酸色味,完美,就等老婆下班回家了。 等待老婆回家的时间,比想象的难熬许多,正煎熬时,来了一通电话,我一接,就听那头老婆周会声音颇为烦闷道,老公,我痒了。 我连忙问,怎么回事?老婆也不解释,直接道,我这段时间就先待在公司不回去了,我怕传染给你,我稍后让秘书小文去家里帮我取些换洗的衣服,你帮忙把东西收拾一下,放到家门口。 老公,你不要担心,没完我会给你打视频的。 说完,他便挂断了电话,我一句关心的话堵在喉咙里。 最后也没说出来,结婚五年,自从两年前老婆通过我家族的人脉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便一心扑在事业上,这是好事。 为了照顾家,我这个二世祖也赶潮流地系上围裙,做起了家庭主妇,哎,计划全泡汤了。 我泻气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桌子上精心烹饪的菜肴和那盒特殊的洞榴莲一阵落寞。 当然,我也分得清事情的缓急,连忙收拾箱子,撞了衣服,洗漱用品,以及一些零食,红糖什么的,有备无患。 不久,门铃响了,是老婆的漂亮秘书侯小文来帮老婆拿东西的。 她穿着天蓝色的修身大衣,仙腰盈盈一卧,黑色的内衬勾勒出傲人的双风,样貌清纯可人的如同笑花一般。 见到我时,那一对狐媚般的眸子一闪,很是惹眼,我老婆是公认的美女,又是做服装直销的。 所以她身边,自然而然围了不少美女,我也是司空见惯,但侯小文还是令我感到眼前一亮。 总觉得这个女人,看人的眼神莫名的勾魂。 徐先生,周总让我过来帮她拿些东西。 她的声音清脆的像是碎冰,令我全身泛起一阵凉麻。 我结婚很早,今年也只有二十六岁,因为想跟老婆过二人世界,因此一直没有孩子,说到底我还是个血气方当的年轻人呢。 看到这样的美女,我眼睛也不由得有些直,哦,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你吃饭了吗? 我说着,很自然地让了门,侯小文眉目温润地看着我。 哦,也好,周总还在开会没吃饭,我给她带点过去。 说着,她镜子走了进来,带起一阵香风,我心神激荡,鬼使神差地拉开餐桌上的椅子,请她坐下。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她今天真的好漂亮,身上的味道也很好闻,一颦一笑都好像在勾引我犯罪一样,我不太敢跟她独处,真怕会失态。 那个,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吃点,不用客气,我去给我老婆收拾点东西。 侯小文笑着道,徐先生可真爱周总,我要是能有为您这样的老公就好了。 她说着无心,可我这个听者却觉得她这话真有点千娇百昧的味道,我更不敢夺呆了,我将收拾好的箱子从卧室提了出来,你先吃,我去把东西放到车上。 哦,谢谢徐先生。 侯小文说着,便将车钥匙递给了我,我结果,手不经意碰到了她那玉柱般的手指,内心一阵温养。 出了门,我没忍住将那钥匙偷偷凑到鼻尖闻了闻,那股别样的香气,像尼古丁一般刺激着我头皮一阵阵的发麻好奇怪的感觉。 我强行压下心头的邪念,将老婆的东西装车完毕,回来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侯小文这时也吃完了晚饭,见我回来,特地倒了杯热茶给我。 徐总呢,你请我吃饭,我给您倒喝茶,礼上往来哦。 我也确实口渴,也没推脱,水温也刚刚好,当即咕咚咚咚喝完了,感觉有些苦,是茶淡又有些不像。 刚要细问,我眼角余光,瞥见桌角上放置的那核洞榴莲,竟然已经空了,我顿时心惊肉跳,那核洞榴莲,你吃了? 我惊恐大叫,侯小文明显被我此刻的样子吓到了。 她兴眼瞪大,声音颤抖,是,是啊,怎么了? 我傻在原地,看着美女秘书,渐渐朝红的脸,我知道,麻烦了,药效已经起来了,我,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热啊? 侯小文素白的手,顺着好看的瓜子脸线条,抚摸着,弹口张合,轻轻喘息,我也一阵心浮气躁, 视线仿佛蒙上了一层筋膜,令得本就美艳的她,此刻在我眼前变得如同初遇的美人一般,让人忍不住想要一亲相责,我急忙回过神,可,可能是暖气开得太大的缘故吧。 我随便说个理由搪塞,然后赶忙把人往外推,那个,这天也不早了,麻烦你赶快给我老婆送饭吧。 我推着她往外走,有些雨无伦次了,我是想找刺激,但我不想犯法啊,万一真发生点啥,可真就说不清了,我必须得克制,不能对不起老婆啊。 可当我的手碰到她柔弱无骨的仙腰时,指腹仿佛有电流滚过,令我忍不住一个机灵,推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篓,侯晓文竟也没有抗拒。 很自然地靠在我的肩膀上,一刻地温柔,令我目眩神窑,脑中不可自制地浮现以理的画面。 不知不觉,跟她靠得更近了些,等我反应过来时,几乎要与她稳在了一起,我们各自惊恐,同时退开,许总,你。 侯晓文双家通红地将我推开,我后知后觉,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连忙道歉,对,对不起,我,我送你下去吧。 侯晓文俏脸,已是飞红一片,呼出来的气打在我的脸上,有一股难掩的燥热,她也知道自己失态了,当即道,许,许总,是,是那河流连,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一阵喘息,本质上我是个坦诚的人。 说,说实话,我在那河流连里下了点刺激地要我如实说道,侯晓文目瞪口呆,许总你。 她挣扎着就要走,我怕她报警,连忙解释,你别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情急之下,却是握住了她滑你滚烫的手,我俩都像是被电流贯通了一般,不约而同地抖了一下,我赶紧回过神,解释道,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这个事,是给我老婆准备了一点惊喜,没想到被你吃了。 侯晓文双眼蒙了一层水膜,脸红得像火烧一般。 她看着我几乎呻吟道,那,那现在怎么办? 她说着好看的柳叶眉青醋着,犹如一朵含包待放的娇花,我心怦怦狂跳,一股莫名的邪火,让我有些把持不住了,我极力克制着。 那,那,那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 说话时,我口干舌燥,握着她的手,不自然地紧了紧,侯晓文摇了摇头,不,不行,我现在浑身没力,我,我。 她轻咬了咬红唇,快咬哭出来了,我有点受不了了。 我愣在原地,脑后似有一股无形的推力。 让我十分想要将她搂在怀里,可理智告诉我,我不能这样做,我有漂亮的老婆,有美好的家庭。 还有,脑中这样想着,呼得一张滚烫且滑腻的脸贴了上来,我猛地惊醒,一瞬间,我天旋地转,侯晓文竟然吻了上来。 我的心喷喷狂跳,整个人正在了那里,不知道该不该回应,她却忘情地撩拨着我,我猛然惊醒,不可以。 说着,我一把将她推开,侯晓文这才回过神,仗红着脸,轻咬着唇,靠着墙壁,四肢无力地缓缓坐倒。 她的眼睛水色朦胧地看着我,口中喃喃地说道, 徐,徐总,我,我不怪你,你,你帮帮我啊。 她的声音带着恳求,此刻的侯晓文,难以形容地勾人,我肾上腺急速分泌,浑身被一股酥麻包裹,久违地冲动,从心里泛起。 你,你真的想?我压着心头的火气,试探地问,我已经决定,只要她点头,我绝对立马扑上去。 她眼中没有丝毫地挣扎,嘴角擒着一抹妩媚地笑,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再无顾忌,将她一把抱起,冲进了浴室,足足两个小时,那别样的刺激让我只想大呼,也轻回。 事后,我们精疲力竭地躺在浴缸里,平静地喘气,都不想说话。 当冲动过后,我冷静下来,是有些后悔的,一来,觉得对不起老婆,而且刚才我不仅身体出轨,连精神也出轨了,二来,怕被侯晓文缠上,毕竟她若事后,告我一个迷奸,我还真就没法辩白,许总。 我,我们以后她抬头看我,欲言又止,我心头猛跳,盲说,这是事我不对,只要你别让我离婚,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摆出一副任打任罚的坦诚模样,言外之意,其实就是想出前了事,侯晓文认真的看了我一眼,看得我更是紧张,更懊悔。 就在我觉得,她要狮子大张口,问我要防药车的时候,她忽然叹了口气道,许总,我希望我们还是以前那种普通朋友关系,今天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行吗? 那盒榴莲也不是你有意逼我吃的,错不在你,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让你觉得我想要介入你的婚姻,你的家庭。 她话说到最后,带着轻微的哽咽,神情认真而恳切,我看着她,有些猛,实在没想到,她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直到她离开,我游自呆愣,没有回过神来。 其实,她哪怕张口问我要几万块钱,我都觉得合理,可她什么要求都没提,只是轻巧地说一句,就让她过去吧。 真的能这样过去吗?我坠坠不安地给她发了个信息,以后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到你的,你尽管说。 她秒回,好。我的心这才稍稍安定,不久,老婆就给我打了视频电话,接通后,看到老婆稍显疲累的脸时,我的心莫名地一抽,感到一阵愧疚,老婆不免抱怨,说我饭送得太晚了, 她已经吃过了,我心头一动,试探地问,侯晓文没跟你说什么吧?周慧眼睛一翻,说什么? 你们俩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我一夜,急忙否认,解释说,是自己收拾东西拖沓了点,中间又请侯晓文吃了顿饭,所以晚了,老婆听着我的解释,也没深究,脸推说有事要忙,匆匆挂了,总归是蒙混过关了,可我的心还是莫名地悬着,晚上做了噩梦,梦到老婆周慧将我跟侯晓文捉肩在床, 我道歉认错,她却扔出了离婚协议,我顿时被吓醒了,忽然之间我才明白,自己原来一直很爱老婆周慧的,只是婚后平淡而枯燥的生活,麻木了我的感官,我越发觉得,以后绝对不能再跟侯晓文来往了。 老婆自我隔离三天之后,我独自在家,很是难熬,就在这时,门铃声响,我一开门,竟是侯晓文翘生生地站在门口,清澈漂亮的眼睛,水汪汪地看着我,不等我反应,她直接扑到了我的怀里,徐哥哥,你,你能借我点钱吗? 她哭着说道,我吓得一跳,赶紧将她拉进家,关上了门,你要多少? 我直接问,我自动忽略了借,只想给钱了事,毕竟我跟她有过那样的事情,如果能够用钱解决,在我看来是再好不过的了,侯晓文大概也听出了我话中的意思。 她擦了擦眼泪说道,我想借一万,我有急用,我会尽快还你,不给你添麻烦的。 我一听送了口气,真怕她开口问我要一百万,那我可真没有,十万八万的,还是可以的,我本想给她现金的,但想想这种事情,最好留个凭证,才好赢获两期嘛。 你看一看,我转你手机上了。 我说道,侯晓文一脸惊喜,连忙查看手机,果然到账了,她也没有矫情,点了收款,我不动声色的,截图保存,就在这时,我忽然觉得相风扑面,不等我反应,侯晓文便强吻了上来。 我顿时一惊,她素白的手,熟练地拉开了我外套拉链。 一股火气,瞬间冲上了头顶,我将她打横抱起,镜子去了卫生间,这回是整整一夜,第二天醒来时,侯晓文已经走了,我整个后背都被谁给泡抹了,但浑身都是说不出的舒爽,我十岁之位,之后的一周白天,我和老婆视频, 晚上侯晓文便来找我,从我这里拿个几千或者一万的,然后留下来过夜,理由是,报答我对她的帮助,于是,家里的浴室,地板,沙发,厨房甚至是冰箱,都有我跟她战斗过的痕迹,唯独没在床上,有好几次,她都想去床上,但都被我拒绝了,我老婆很敏感。 万一掉根头发,残留些香水,我真没法解释,我觉得,跟侯晓文这样,单纯就金钱交易,其实挺好,这天,老婆告诉我,她痒过了,状态也变好了,明天就能回来了,我很高兴,当晚侯晓文又来找我,这一夜,我们都很忘情, 甚至有些索取无度,天亮后,我给了她五万,我告诉她,晓文,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吧,我老婆要回来了。 侯晓文从沙发上坐起,漂亮的眼睛悲痛地看着我,但最后只说了一句,好的,谢谢许总这段时间的帮助。 她说着,穿好了衣服,我开门送她时,她神情萧索地看了卧室一眼,直到如今,我都没让她去床上,我给她的钱,她也一直没收,这让我稍稍有些不安。 当天下午,我开车去接老婆下班,也由于这件事,我面对妻子内心越发愧疚,想要补偿,我特地做了老婆爱喝的鸡汤,开车送去她的公司接她,周会喝着鸡汤,脸上的冰山融化,笑容灿烂,对我也敞开心扉。 她说,隔离这段时间,她非常的想念我,她之所以拼命工作,也并不是因为不爱我,而是我婚后对她渐渐冷淡的态度,令她缺乏安全感。 因此才想要挣更多的钱,来充实自己,我听完,更加愧疚,向她道歉,并承诺以后一定会对她好。 这一夜,我和老婆重新找到,找到最初的感觉,期间,我瞒着她,偷偷给她试了那款特效药,但老婆的反应却很正常,甚至在我要求换个姿势时,她给了我一巴掌说,爱做不做。 我这才发现,原来这药只能激起情欲,并不会让人丧失理智,可为什么,那碗侯晓文竟然是那种表现呢,四肢无力,浑身燥热,甚至过度贪婪,我顿时意识到,那天被下药的可能是我自己。 难怪当时觉得,那茶味道有点怪了。 第二天,我偷偷上网查了一下药物的资料,并向店员咨询确认,店员告诉我,他们是正规合法药物,不存在服用后失态,甚至失控的情况。 我当即确定,那天被下药的不是侯晓文,而是我,对,一定是那杯茶。 然而,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已经无法证实,呜呜,手机轻轻振动,信息提醒,侯晓文已经收款,看到收款,我悬着的心也算放下了。 他收了钱,便意味着事情算是彻底过去了,他应该也不会再纠缠我了,大半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和老婆重新归回以往的生活。 老婆破天荒地给自己放了假回家休息,准备迎接新年,我也几乎忘记了侯晓文这个人。 这天,农历十二月二十三,南方的小年夜,恰好是我老婆生日,我煮了她爱吃的菜,决定晚上跟她商量一下,明年备孕的事情,晚上八点,门铃声响,我连忙解开围裙,跑去开门,果然是老婆逛街回来了。 还不等我抱怨两句,呼得一道熟悉的倩影,从她身后兔子一样的跳了出来。 徐总,小年好,我心头一沉,竟是侯晓文,说话间,她已经领着礼品盒进了家,路过我身边时。 竟当着我老婆的面,肩膀故意撞到我的怀里,我头皮就是一麻,连忙问老婆,你怎么把她带来家了? 我有些急,语气带着指责,周慧翻眼瞪我,怎么了? 小文哪里惹到你了,不能来吗? 她跟着解释,今天是小年,小文没回老家,一个人在出租屋挺孤单的,我就请她过来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哪敢有意义,连忙摆手,没有,没有。 关上门,看见侯晓文坐在我特意安排给老婆的位子上,我知道,她今天恐怕是来者不善了。 果然,饭间她不断地用小腿扯着我的裤子撩拨着我,我一抬头,就看见她那双妩媚的毛子,吃完饭,我去厨房洗碗。 谁知道侯晓文不知何时,竟然也跟进了厨房,然后猛地从背后抱住了我,老婆就在客厅呢。 我想要挣脱,她笑着说,声音再大一点,你老婆就听到了。 我一下不敢动了,你想怎么样?侯晓文细腻的脸,蹭着我的后背,声音软糯且委屈道,我想你了吗? 我被她撩拨得难受,索性也不再忍耐,转身将她压在灶台上,正当我要更进一步时。 她忽然一句,不要。 我赶紧捂住她的嘴,可还是迟了一步,就听见客厅老婆的传来,你们在厨房干什么? 说着,我就听到脚步声走近,我赶紧就要挣脱,可腰被美女秘书死死搂住,客厅距离厨房不足二十步, 她只要走十步,就能完全看见我和秘书不雅的姿势,最多五秒钟,怎么办,来不及了。 我头皮发麻,整个人慌了,猛然间,我看见冰箱顶部放着的一样东西,顿时喜出望外,还好有她在, 我拿起冰箱顶上的一部手机,火速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果然一听手机响。 工作狂的妻子转身就卧室接电话了,这部手机是新买的手机,号码也是新办的,老婆并不知道是我, 于是我一便用手机冒充她的客户询问相关业务,一面加速和侯晓文赶快结束战斗, 我用另一只手捂住她的嘴,不让她发出声音,耳边是老婆一本正经讲业务的声音, 而且跟老婆的卧室仅仅只隔了二十米不到,在这种强烈的环境刺激下, 我的感官受到极大的满足,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快, 事后我食嘴之味,上瘾了,也变态了,就想哪天再来一次。 侯晓文则一直惦记着,想去床上,犹豫再三,最后我还是拒绝了, 又过了一个月,新年过去,老婆恢复以往的忙碌, 好好的周末直接飞去广州谈业务了, 我继续过着二十组枯燥且单调的生活, 我家是本地人,现金没多少,但房子多, 我自手里就有八套出租房,每个月单靠收租就有三万的固定收入, 去年,我又成功卖掉了一套房子,账上一下子三百多万,工作真没必要, 这天实在无聊,侯晓文像是在我家庄的监控一样, 恰到好处地找我聊天,聊拨着我,我哪惊得住这个? 当即约他来家里,其实,我有想过出去开房, 但我害怕遇到熟人,感觉还是在家里沙发上比较有安全感, 而且侯晓文从我这前前后后拿去了十五万, 这在一定程度上令我对这层关系有一种近在掌控, 且把握主动权的感觉,侯晓文说可以, 但想在卧室的床上,此时,我已经惊虫上脑, 眼前浮现的都是各种画面, 哪里再去顾及其他,当即答应, 好,你现在就来吧, 说完,我直接给侯晓文赚了五万, 他很快收了钱,我激动地吐出一口气, 然后火速去楼下买了一个新床单, 被褥换在卧室的床上,今晚过后, 床单和被褥我就直接扔了, 以后也绝对不再跟侯晓文来往,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就在这我这想时, 我并不知道,此刻周慧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眼睛愿毒地看着电脑屏幕, 屏幕连接的是家里的隐形监控, 此刻的我正在家里换床单, 侯晓文站在他的边上, 笑得像个得逞了狐狸, 周总,今晚过后你打算怎么安置你家老公啊? 周慧阴谋般地哼了哼, 这种男人你想要的话,给你好了。 侯晓文笑得像一朵山花, 他都没钱了,我才不要呢? 这个答案让周慧很是满意, 他拍了拍侯晓文的肩膀,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今晚过后戏就不用演了, 答应给你的一百万, 也一分不会少, 所以, 知道了, 务必留下证据是吧。 侯晓文笑得狡猾, 笨, 合作愉快。 侯晓文跟他浅浅地握了握手, 转而问道, 周总, 我真不明白, 你既然不爱徐总, 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嫁给他呢? 周慧叹着气, 是我妈逼的。 你妈逼的? 侯晓文表情恶然一字一顿地问。 周慧觉得这话的味道有些怪, 岔开了话题, 你拿钱办事, 不要问那么多。 侯晓文当即笑着点了点头, 知道了知道了。 晚上七点, 侯晓文如约而至, 门铃一响, 我就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 使劲地把门拉开, 见到果然是他后, 我欣喜若狂, 兴奋到了极点, 早安耐不住, 一把将他抱进了浴室, 狠狠要了一次, 洗完后, 我又他抱进卧室的床上, 大被一盖直接滚了起来, 就在我要纵横驰骋时, 盖在身上的被子猛地被人掀开, 我吓得一个静鸾, 险些落下病根。 回头一看, 就见老婆周慧, 双目冲斜, 气势汹汹地看着我, 我像被一桶冰水兜头浇下, 含义直往骨头了钻, 从牙缝里渗出来, 四肢僵直, 脑袋一片空白, 你, 你怎么我惊恐地看着周慧, 周慧恶行恶壮地拿着手机, 对时我跟侯晓文拍了一张, 尽管我低头无脸, 但其实作用不大, 周慧歇斯底里的吼道, 虚后照你好样的, 我辛辛苦苦在外打拼, 你在家里啥事不干, 竟然跟我秘书风流快活, 你对的我吗? 我羞愧不已, 连忙道歉, 会会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没有。 住嘴, 他咆哮道, 虚后照, 我真是瞎了眼看上你这种男人, 离婚。 我脸一下就白了, 赶紧求饶, 老婆你原谅我一次可以吗? 我求求你, 你不要跟我离婚, 原谅你, 你配吗? 周慧怒吼着, 将手机甩到我面前, 我低头一看, 顿时心生绝望, 屏幕里, 是我跟侯晓文的聊天记录, 按照时间顺序清清楚楚的编辑在一起, 上面更有触目惊心的转账截图, 虚后照,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周慧游自叫嚷不止, 我哑口无言, 离婚, 按照之前说的, 你净身出户。 虚后照, 明天就去民政局, 你晚上就给我滚蛋, 这里不再是你的家了。 一夜之间, 人走茶凉, 我呆坐在床上, 凉酒无言, 家族群里已经炸开了锅, 周慧将我的出轨照片发了上去, 连马赛克都没有打, 三秒钟时间, 我便臭名昭著, 周慧表明了态度, 要跟我离婚, 并且明天就办。 我爸, 我妈分座两头, 我妈去安慰周慧, 我爸打电话找我, 我不敢接, 他就一直打, 我只好接听, 我爸开头就是一句, 小子, 你被你老婆整了, 这话犹如当头棒喝, 一下子将我敲醒了, 啥意思? 我急忙问, 我爸说道, 这事情肯定是被设计好的, 你也是不争气, 长这么大一点, 心眼都没有。 不等我开口, 我爸直接问我, 周慧那丫头, 我第一眼看她就不喜欢, 这些年, 我什么人没见过, 她那点小心思, 我能看不出来。 她那个妈就是小三上位, 能交出什么样的好女儿, 整个事情前因后果, 你给我你仔细想想清楚, 别犯魂。 说完, 我爸便挂断了电话, 我正在原地, 却犹如醍醐灌顶, 一下子捋清了头绪, 是啊, 我这显然是被人设计了啊, 从我见到侯晓文那天, 应该就是妻子周慧有意设计的, 仔细想想, 从她经济独立那天开始, 她就一心扑在事业上, 对我这个老公, 对这个家一直是不闻不问的, 五年的婚姻, 不过是她人生的跳板罢了, 她其实早就想跟我离婚了, 只是结婚这些年, 家里的钱都是她挣的, 她不想分我一半的财产, 于是就设计这样的方式, 又使我婚内出轨, 好让我净身出户, 可她忘了, 如果不是我家里出资给她创业, 她能有今天的地位, 如果不是我父母的人脉支持, 她一个女人, 长得还不是那种顶漂亮的, 能在如今疫情肆虐的环境下, 赚到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 既然她要做初一, 那便别怪我做十五了, 我一夜未眠, 思索着各种翻盘的可能, 期间我爸给我打了几通电话, 我也跟他说明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没有多言, 就说一句, 明天走着瞧, 天亮前, 又一通电话打过来, 是陌生的号码, 我以为是周慧的新手机, 连忙接通, 那头传出的, 却是侯晓文千娇百妹的笑声, 我一下愣住了, 第二天, 周慧早早地等在了民政局门口, 岳父岳母都在, 三人见到我时, 全都冷着一张脸, 周慧直接冷哼一声, 走啊, 我不想跟你这种人磨叽, 我还想挽留, 我爸直接推了我一把, 我只得把道嘴的话咽了回去, 红本换绿本, 进去一对夫妻, 出来时已经双双离异, 接下来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 按照婚姻法规定, 财产分割是以婚后, 的财产算起的, 房子是婚前就有的, 因此并不算在内, 但由于为了结婚, 给女方定心完, 所以婚房的房产证上, 写的是周慧的名字, 但真正到了财产分割这一步时, 房子依旧不算婚后财产, 我爸直接去银行, 获取了支出记录, 证明了房子是在婚前买的, 且资金是从我爸的银行账户上出的, 即便房产证写的是周慧的名字, 可依旧算是婚前财产, 且是由我爸出资, 我顶多算是继承使用权, 所以真正分割的, 就是婚后夫妻的共同财产, 结婚这五年, 我虽然在家, 但整体收入是要高过周慧的, 周慧也只是最近两年才好起来的, 由于我涉嫌婚内出轨, 且证据确凿, 因此我违反婚姻法在先, 周慧有权对我实施净身出户的要求, 也就是说, 婚后所有的财产理论是上规周慧所有, 银行存款的二百万, 加上婚后买的两辆车, 总共也就三百多万, 这样的结果。 周慧显然不满意, 于是提出上诉要我手里的八套房, 这显然不可能, 于是请了调解员帮忙劝说, 我本不想跟他争执, 然而他们一家人言辞凿凿, 咄咄相逼周慧甚至当堂辱骂我父母, 我再难遏制自己的脾气, 我原本想如果你见好就收, 那我也可以成全你好聚好赞, 可你偏偏人心不足, 整件事情的始末我有责任, 难道你就没有吗? 周慧, 我盯着周慧的眼睛, 心里生腾着火焰, 周慧还要指责, 我直接将一个行车记录仪 放在了调解员的面前, 您看看这个。 周慧觉得我在故弄玄虚, 哼哼不止, 然而当调解员将行车记录仪打开时, 周慧整个人傻在了原地, 记录仪里图像清晰地放映着, 他和侯晓文密谋在我查理下催情药, 又是我婚内出轨的画面, 你在污蔑我, 这是假的, 只是合成的, 我根本没有做过。 周慧歇斯底里的否认, 那一刻, 他披头散发张牙舞爪的嘴脸, 彻底粉碎了我对他的爱与愧疚, 我反而坦然了下来, 我不声不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药粉, 放在调解员的面前, 那药粉, 正是周慧指使侯晓文在我茶水里下的药, 随后我又从手机里翻出一张截图, 使周慧购买药品的账单。 一切清楚明白, 周慧面对铁证, 一脸如丧烤笔, 哑口无言, 当然, 我并没有将事情做绝, 按照婚姻法的规定, 婚后财产均等分割了。 我原本以为, 事情可以这么结束了, 毕竟整个事情都是各有各的错处, 闹来闹去, 难堪的还是婚姻本身。 谁能想到, 周慧转在社交平台上编辑视频, 把我婚内出轨证据放到了网上, 请广大网友来批判, 婚姻出轨一直是社会的热点, 尤其是这种冥冥证据实锤, 结果女主还没拿到应有赔偿的结果, 更能博取关注, 一夜之间便登上了热榜。 舆论一边倒地控诉我, 我朋友打电话给我时, 我正搂着侯小文在看新房, 是的, 我准备不久跟她结婚, 虽然她不是什么好女人, 但不可否认, 我与她是很适合的, 笨事性合适, 我的癖好她都能接受, 她也不会向周慧故作傲娇, 最重要的是, 我最后能翻盘, 也多亏了侯小文给我的行车记录仪和购物订单, 所以, 我跟她在一起没有任何负担,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去网上一刷, 顿时笑了, 没想到还有恶人先告状的, 对此我并不想做回应, 从拿到离婚证那刻起, 周慧就已经远离了我的世界, 而且, 我一个收租的, 舆论对我有什么压力, 见我不做回应, 周慧也越发嚣张, 言辞也更是歇斯底里, 一周后, 汪峰发了新歌, 终于上了热搜, 我这种小市民的出轨热度, 也已经被人抛到九霄云外了, 一个月后, 我和侯晓文结婚了, 一年后, 侯晓文怀孕了, 二十八岁这一年, 我当的父亲, 是个女儿, 肉嘟嘟的很可爱, 至于周慧, 我早就已经记不起来了, 这天, 我陪侯晓文逛街时, 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周慧, 他挽着一个寸发短须的中年大叔, 举止亲密地走出电梯, 他看到了我, 明显一愣, 却没有多说什么, 低头用力地挽着身边的大叔走开了, 我稍稍愕然了片刻, 侯晓文笑着问, 怎么还在想着前妻呢? 我摇了摇头, 没有, 就是有点没想到, 他会变成现在这样。 侯晓文道, 有什么没想到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 靠男人起来, 靠自己的本事下去, 然后再靠男人起来, 他呀, 一辈子都过不好的。 啥意思? 我没搞懂, 侯晓文道, 你还不知道吧, 他去年公司就黄了, 而且, 他当初那么不遗余力地诋毁力, 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来的, 他的形象在圈子里已经臭了, 只能改行了。 我哼哼地两声, 搂着侯晓文进了商场。